大家好 石斧兰栽培非常简单 很多花友不懂得怎样去栽培 更有利于它更好的生长 特别是一些新手花友 喜欢在网上购买的石斧兰都是老根发货的 新买的石斧兰 我们要把一些老的根细剪去 然后把它绑在山木板上 让它更好的长根 发芽 这种方法是营造野生栽培方法 再看一下我这种 是直接栽到花盆里面的 用的植料就是山木 混合一些火山石栽培 输松透气 更有利于石斧兰的根系生长 让石斧兰冒出更多的新芽 这些新芽就是明年开花的主力枝 栽培养分一定要跟得上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长效的抹肥 放十几粒在花盆里面和根系接触不会烧根 能满足石斧兰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让它冒的根系更多吸收能力更强 冒出的芽 多又壮 看看这些根系就知道了 非常粗壮 牢牢的扎住这些木板 我们要坚持每天给它喷雾 因为在夏天高温空气气度干燥 喷湿水屋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虚乎兰 新芽才能更好更健康的生长 好了 喜欢虚乎兰的花友们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栽培 更有利于虚乎兰长根冒牙 好了 再见